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张老师四十五张图画 在巴黎的也有 在本地也有 我去巴黎讲解对于美术界方面来说 去巴黎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没有去巴黎 我在本地也只是照南洋画画画来画 我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曾经 因为在巴黎我看到很多大画家 他们原来的作品 可以当面向他们学习 在他们那种图画的面前 那种颜色 构图 必粗 必法 这些都必须亲身在他的画面前才能够感受到 如果在本地就是拿着画册来看 是不可能写到那个东西 西风头发它有 特别是法国的 有特别的一种风格 跟一种处理方法 它一种很很很很 拨打的一种画面 是一个人 是一个画家 去学习 所以它就变成很很很 比较长期的 深刻的 同时 理解跟吸收 变成自己的东西 然后 自己进步去创造 构成自己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学习的历程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后期印象拍的图画 因为像高跟啊 文高啊 这些画家们 他们对那个图画的处理画面 跟色彩 构图 我最欣赏就是这些画家 所以我的图画也受他们影响很多 就很讲究那个 色彩的处理 跟那个避凑的处理 我讲起来我艺术方面是 也有东方的影响 有西方的影响 因为我自己也是喜欢水墨画 中国的头画 那么我画油画的时候 有那个东方的方法 藏在里边 像那个西方的头画是 很讲究那个 色彩跟用油的方法 用油是最重要的 比方说它那个 一层一层的夹上去 后头的方法 跟色彩的方法 跟那个油 油的处理 龙 包 厚 这些都是很微妙 这些东西要很长期的研究 跟自己掌握 跟自己创造出一个风格 这些都很抽象 是很抽象的问题 战略 西方